今天早上又有人提到 有學者提到 我們再做思考 先做報告 1145條這個部分 是把原來現行法的第一款 再把它拆開 因為現行法規定的太模糊 我們把它拆成三款 第一款第二款是殺人 重傷害的故意致死 因為它這個是絕對喪失 繼承權絕對的 有這個行為 但是第一款第二款 是按照現有的宣告 只要有判決 只要有判決不太確定 就剝奪它的繼承權 那如果說將來改判 也許在繼承的回復請求權 再在後面的條文去做處理 因為呢 有的時候呢 它這個判決案件 我正在地青島東路和鄭江街口 鄭江街口 全部都是封閉管制 這樣 我跑立法院三十年來 第一次看到立法院這麼平靜 因為裡面不會太吵 所以把第二款跟第三款有所拆開 八百壯一次 之前的抗爭 今天因為立法院的院會是明天才開始審 所以今天立法院的司法保治委員會 以及經濟委員會在審什麼 等一下帶大家到現場 東新聞政監國會小組 今天到鄭江街 我等一下會到立法院 今天立法院還有各委員會的公聽會 各個委員會 等一下我會進去採訪 那現在呢 如果說 怡兵兩個人都在計程開始一切 就是 全部 可以嗎 好 首先介紹法務部 陳明堂政務司長 法律事務司 中瑞來司長 司法院 葉立夏副秘書長 少年及家事廳 黃梅烈廳長 財政部 國有財產屬 陳美邦組長 國庫屬 黃晴文副組長 沒有沒有沒有 如果是這個樣子的話 你把它限定說 在部分 立法立職之下 如果說連假都死了 全部都沒有進去 都沒有進去的 你是假 慧民專門委員 所以要求問一下 那個招惟 今天是不是只進行大帝 他爸爸在 對你了解 所以 從你剛剛 這個機關也沒有意見 我們就試著進行 原則上 除非是這樣 但是我講 大概不可能 謝謝大家 謝謝 我想 計程片 在處理的時候 在整個研修的過程裡面 我有 蠻 好奇的事情 如果今天沒有辦法回答的話 請法務部 會後再回去準備詳細的資料 做補充的說明 我向來的習慣 是 希望實事修事 針對問題回答 其他一些無關緊要的事情 就不用多談 具體來講 我相信 今天早上的公聽會 法務部也好 司法院也好 但是主要是法務部 很多與會專家的 親屬法的老師 他們所表達的意見 你們應該有聽到 甚至在 正式排選以前 過去也有長期研究 親屬繼承的老師 針對 市政院的版國 提出過相當多的指教 那問題是 在 法務部所提供的 書面報告裡面 那針對 過去 學者所提出來 具體的指教 我都看不到 你們相對 是因為 那些學者的指教 從一開始所提出的問題 你們都沒有掌握 還是認為說 他所提出來的法律檢解 不止大跳 那到底 是怎麼樣 那看等一下 君明還是要採取本位計程 那法務部現在代表 在人力放為俗期 你們為什麼採取這樣的說法 那沒有辦法實質回答的 就請會後 再提出詳細的 結果搞了半天 好像三十幾票 就下面 幾個大 然後最後呢 研修了幾個德保護 第一個 也就是採取本位計程 這四十票 代位計程 的規定 的錯亂 我的意思是說 你們限定說 現在 下列修法的時候 要去維持 這個時候 由此 本位計程說的 代位計程 如果啦 假設啦 那 在法文裡面 明定前 然後要改正代位計程說的話 那是要排除 在法文上面 到底要這個情況嗎 那才能夠達到這個目的 那 否則啊 如果是有意的 要去排除 全部的 你根本就很怪啊 那 那 你們的意思 是要採取 本位計程說 還是要採取 代位計程說 你如果有必要 排除全部 那 在理論上面 似乎是 你們要採取 本位計程說 那如果不是這個樣子的話 就沒有把它排除的必要 好 因此 在論理的結構上 下一個問題就變成了是 那為什麼採取 本位計程說 那本位計程說 不僅在我國是 少數說當中的少數說 在 重要的立法力上面 也都是採取代位計程說 那你採取本位計程說 到目前為止 我國只有比較老一輩的一個 親屬法的學者 針對本位計程說 是援引唐綠 說父子 兄弟聚王 出子均分 用唐綠來當作 採取本位計程說 的法規範基礎 其他的部分 沒有人採取這樣的說法 那你們 在法文上面的邏輯 又是採取本位計程說 這個理論 一會兒是代位 一會兒 當所有的人都死掉的時候 就變成本位 當裡面還有一個人活著的時候 就變成是代位 那這裡另外一個就是 另外一個會牽涉到的就是說 原來獻血的條 裡面有所謂的 上屍繼承權的問題 那現在上屍繼承權 當然就是說 因為他的行為 去治這個被繼承人死亡 所以應該被苛責 被苛責是 那個 就是他的子女的 就是 行為人應該要被苛責 為什麼要波及到他的下一代 因為並不上下一代去 把他的 娛媽弄死的啊 所以在這種情形之下 又變成是說 這個他的子女 原來是他還是可以繼承 所以那時候講的是說 他可以繼承是基於他的本位 他是還是非親屬 所以他是用這個所謂的本位說 這個所謂的固有的權說 那現在你們的這樣的 你們這次把這個拿掉 就會變成是說 又波及下一代 所以都一起把它拿掉 我覺得這個也說不過去啊 這你們的 那個委員 後面這個部分我們再做思考 因為有很多委員跟學者有提過 這個我們再做思考 我們回去再做思考 那因為他要從一個親等 這個系列啊 所以如果全部 全部都死亡了 都不在了 都不在了 我先講死亡好了 全部都不在了 甲乙餅三個都不在 所以往下面 變成在非親屬等 同一個親等的 來計算嘛 因為如果 不然的話會跨親等 一個是 孩子 然後呢 孫子又跟孩子一起 親等不同 如果才本位繼承 那變成說 一個孩子夾 然後呢 那個ABC是孫子 又跟甲合在一起 第一是孫子 又跟甲合在一起 萬一 零 第一兩個都也都不在了 現在還一個 這個A B兩個 那變成說 那個孫子又跟孫子 甲乙餅 親等不同 會跨親等 因為我們還要 顧慮到1139條 這裡牽涉到那個配偶的權利 因為配偶他跟第一孫位的是 平分嘛 那平分的話是因為說 好他是跟子女 對不對 所以呢我跟子女 大家平分沒有問題 那今天呢 就是說好這 我的配偶沒有死 但是他的 這一層都死了 那變成孫子的時候 今天我變成要跟全體的孫子 大家來平分 是平分啊 不是二分之一啊 對不對 那如果說依照原來的 譬如說好 我今天 就是說 我只有兩個小孩 那這個配偶是跟這兩個子女 平分到三分之一嘛 那今天那兩個小孩都過世了 變成跟孫子 那每一個人都孫子有三個 那就變成六個 六個加上我變成七分之一 我原來是可以分三分之一 我現在變成七分之一啊 那只是因為對不對 我的子女過世了 結果變成跟孫子分的時候 變成要分到七分之一 那我覺得這對配偶的權利 也是一種不公平啊 但是如果你說 就是代位繼承的話 代位繼承一貫下來的話 我仍然是分三分之一啊 但是每個孫子就是去繼承 他的爸爸的那一份 或是他媽媽的那一份 讓他們去分的那個三分之一 我覺得這樣會比較一貫 否則的話真的 這個配偶的權利就會變成是說 細語第一個他的 他的子女是不是全部 如果有人在他就三分之一 兩個孩子都走了 他就變成要跟孫子去分 那我覺得說變成他的 因繼分是 就是說他 他能夠分的因繼分是變成浮動的 那我覺得這樣是不合理的部分 那請黃委員 那個本位繼承跟代位繼承 在一一四零條 他所產生的影響 我想剛剛說明的已經夠清楚了 那現在只剩下法務部自己回去重新思考 是不是要再堅持 採取過值的本位繼承說 我跟法務部確認一下就是 剛才有委員舉的那個例子 那個就是你們的本意 你們就是要這樣子 就是要往這個方向 我請問一下 現在的制度是什麼 如果照尤委員剛才舉的那個例子 不是尤委員這種 是等於說 第一個 配偶嘛 配偶跟孩子 那就是 配偶跟孩子平均嘛 但是跟孫子也是要平均嘛 如果說孩子都不在 兩個孩子都不在 那就孫子有三個三個 六個 六個跟配偶平均 這個倒是有點 這現行的制度是這樣嗎 是這樣子嗎 是這樣子嗎 我跟那個 趙偉說明一下 分兩個層次啦 一個層次呢 就是之前高院開座談的時候 大概二十幾比三十幾吧 多數的見解 事實上是希望 配偶本來有的 就留著 然後不會因為 代位繼承的關係 而使得他 應該受到繼承的 被吸釋掉 就是不會出現 尤委員剛剛所講的狀況 但是後來很奇怪的 就是那個座談完了以後 採取的 是會被吸釋掉的那個結論 所以實務上面 解釋出來的結果 的確 就是剛剛尤委員 擔心出現的那個狀況 那我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現在 好不容易修了繼承法 在討論這個法條的時候 就是 第一步是 我們先確定 法務部他提出來條文的原意 是不是要繼續維持 現在的這個狀況 那如果是的話 那我個人的建議就是 我們有必要 要出手 去動一下這個條文 不要讓 我個人 是反對這樣子搞 我個人是完全 反對採取本位繼承說 我認為應該要採取 代位繼承說 不管從理論上 對於配偶權益的保護 通常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我希望 要在這次修繼承法的時候 把這件事情也 一併的把它給處理掉 如果 如果照黃委員跟尤委員 所講的就是說 我們現在實務上 是會被稀釋 對不對 實務上是這樣子嗎 蛤 那總事長你要說嗎 我補充說明一下 就是說 我們現在當然 如果依照 現在我們看到比較多 是在孫 就覺得孫子是多 可是未來少子的話 就是剛剛有委員的例子 也可能會反過來 變成小孩子 孫子少 但是兒子多 也有可能 所以配偶的 配偶的那個 因績分的狀態 就可能 因績分在平均的狀態之下 就有可能有疑 會因為 這個時代的不一樣 可能就會不一樣 但是 我們當然也是尊重委員 就是說 到底要採本位 本位繼承說還是代位繼承說 這是可以討論 那當初 我們這個部裡面的 修法小組 其實也都是生存法的老師 跟那個律師 那所以 那時候採的就是 在這個條文裡面 我們是採的 就是這個 如果是全部 這個死亡的時候 是不適用的 全部死亡不適用 那部分 所以我們那時候的採責 也是依照那個 出席學者專家的意見 那個 你的意思是說 親屬法研修小組 最後採的結論 是採取 本位繼承說 就是說 剛剛委員問到 那個全部或部分的 那個部分 你確定是這樣 對對 揮集 沒有關係 就是 可能到時候 再麻煩 法務部 把 當初親屬法研修小組的 會議實錄 如果方便的話 是不是可以送一份 給有興趣的委員 我們繼續深入去看 那第二個部分 就是我剛剛所提到的 在有關於上市繼承權的部分 從小組的結論本來有 然後到 行政院的法案出了門 送到本院來的時候 變成沒有 那中間的那個過程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是不是可以請法務部 也一併 以書面說明 有人向法務部來說明 在講 那我們內部在參考以後 在到行政院審查的時候 提出來的 那自己說誰提出來的 我們就 還要查知道 但是也不便公布 我的建議是這樣子 我們看的是行政院的版本 行政院版本 到底是怎麼樣 產出 到行政院會怎麼樣出來的 這個過程 我覺得 那個也不是重點 雖然 我都不曉得 是誰有參與討論 但是我覺得 即便有人去 跟他做了建議或要求 我覺得那個 那就是法律見解的不同 除非有牽涉到哪一個人 私利的問題 我說的話 我是覺得還好 但是如果 你們方便的話 就跟黃委員 個別去做說明 好不好 其他委員 還有沒有其他的意見 我們請周委員 謝謝主席 我們今天看的這個條文是去年 是去年還是前年 我們曾經質詢過嗎 那看你們的說明 因為我沒有再去看細部的資料 你們這個修法過程 是從什麼時候 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那現在說經過這一年 我記得去年 我們在質詢的時候 其實委員 大家都有提出意見 那早上公聽會的學者專家 大概也有幾個意見 然後次長是沒有來 但是我想應該都非常清楚 包括剛剛黃委員 有委員指教的那個 喪失繼承權 第一條1140的問題就很大 那聽起來好像大家也都不太贊成吧 喪失繼承權的部分 就不能主張代位繼承嗎 早上的結論是這樣 我們會考慮的 這是會考慮 但是現在是說 還有這個特留份的問題啦 早上大家有做一些建議啦 就是說 大家維持這個特留份的想法 結論應該蠻多學者專家贊成 然後甚至在建議說 是不是後面的祖父母 或者兄弟姐妹這邊要不要考慮特留份 或者是說特留份的比例 你們現在有調降嘛 那是不是要維持或者在做 因為它的順序做個別的差別待遇 那這個其實都是在去年委員會 大家也有討論到 那只是我們比較 比較比較 比較 沒辦法理解說 經過這一年多來 這些問題還是在 如果我們這個計程篇有它 極需要去通過的一些 做一些的修正的話 但是因為其他 癥結性的問題 會影響到整個家 整個我們的家庭制度 還有整個計程的權力 所以也是要非常非常的順重 那現在就是說 好像看不出來是 這部分有 法務部或者行政部門 有再多做更多的解釋啦 聽起來疑惑還是很多 包括特留份 包括喪失繼承權 那另外我看你們的說明裡面 其實 比較想要說是民法現代化嘛 那大家就現在的家庭結構 社會結構大家有變革 但是看不出來說 在計程篇這邊 你們有把一些 比較新型態的一些 這個制度 或者存在的事實放進去嘛 所以大概是 針對食物上出現的一些問題 你們再去做規範 但是做規範的話 好像又會再衍生一些爭議 比如說五入 五入的話 那如果它有書面 那就喪失繼承權 那有沒有五入的行為 有沒有書面 這到時候有沒有爭議 可能將來都還是 但是如果有政治的話 又要進到法院去 等於整個訴訟 等於將來這個遺產的糾紛更多 那會讓整個家庭的和諧 這個方向上是打折扣的 所以說 我們大概幾個委員的意見 我們私底下也有討論過說 其實問題很多 這一位是周春明立法委員 他是民進黨的不分區立法委員 但是其他都沒有確信 那可能行政機關這邊 還要再多加板進 至少要來說服我們說 哪些上面 你們必須要不這樣改的 哪些上面 哪些條文部分 你們覺得是可以再回去考慮的 那考慮的方向是哪裡 你們會做哪些準備 讓我們的委員會可以審查 接下來可以抓住這個方向 我們議程這個部分是93年10月11號開始研修了 那本來是要做全部全盤的修正 後來是因為呢 現在發源的是華厚庫次長陳明堂次長 所以後來就裁局部的 在最後這個版本 不是最後版本 這個版本 是局部的在事務上發生的那個 爭議比較大的 我們先拿出來修 所以變成普遺修正 AAP亞東新聞國會政經小組在司法法治委會報道 沒有再改過啦 103改過一次 103改過一次 所以事實上很多都是隨著時代的轉變 其實齊屬氣層 隨著時代的腳步不同 確實會有很多關鍵 上午也有學者專家建議說 是不是應該齊屬變 那邊要一併納進來做修正 這樣會比較完整 我們本來是講這個 但是呢 因為這個工程比較浩大 所以才說這個版本呢 不是最好的版本 不是全部的喔 因為這個是把現行狀況比較多的 食物面前先做 先做先做 比方說啦 我們想把修屬會議 我們事實上想拿掉 但是它規定在修屬變 所以在修屬變這個部分的話 修屬會議根本完全沒有作用 所以我們還改正 所以是不是趁這一次檢討